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空过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的案例 首先从手型来看 掌面见棱角纹路深刻 是典型的筋骨质人 再加上手指见缝隙 筋骨质木人 那么筋骨质木人是偏强木人 做事还是有一些决断力的 虽然这个木人多思善谋 但是面对一些重大场合 心理素质不弱 我们从手指的形态来看一下 那么手指刚才讲的手指见缝隙 特别是食指见缝隙 代表早不于前 而且直接尖 竖纹也有 但是横纹也有 竖纹叫米康竖纹 那么横纹的干扰 会有一些起到负面的作用 那么米康米康顾名思义 能够衣食无忧 凭借木人和筋骨之人的这种 这个能够吃苦耐劳的特质 能够小康生活不愁 但是前进的道路上还是有一些阻碍 这是从整个手型和手指的状态来看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掌丘和纹路 那么掌丘来看的 肩星丘呢还是 范围还是比较饱满开阔 只是呢 在这个更宫的位置出现一些色泽 比较灰暗发青 那么体质强的同时呢 也要注意牢育结合 特别是要注意肠胃方面的保养 我们注意到在这个虎口火星丘 也就是低火星丘 这个特别的饱满高突 这种特质呢 也是符合金骨人的特质 金骨之人的特质呢 就是坚韧有毅力 做事有一些好胜不服输 并且呢 虎口火星的饱满的 加强的这种特质 代表有勇气挑战困难 面对一些阻碍和困难的时候 或者权威的时候敢于挑战 往往容易在这个团队当中脱颖而出 加上是金骨之人的这种特质 是具体的执行能力非常强 那么另外我们提到 第二火星丘也是非常的饱满 这个代表正义感和道德感非常强 面对一些路见不平 所谓拔刀相助 很容易面对一些不公义 不正义不公义的事情 他勇敢的会伸出自己的双手 去挑战不公平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特质 当然这种特质 也容易在讲究人情的 人情世故的社会 出现一些犯小人的情况 那么月球也是非常的饱满 月球饱满高龙的人 那么也是做事想象力十足 有创造力 这是想象力的区域 那么我们再注意到木星丘 木星丘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这个正财位 正财位还是饱满高龙的 而且建井字纹 井字纹就是短线相互交错形成的井字纹 这种井字纹出现在财位的话 说明财源还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说明正财本职工作 稳定少起伏 源源不绝 从这个事业线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这是掌丘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纹路 纹路整体还是偏深刻 而且特别是脑线和生命线初期 粘贴很长 这类人 这个是也符合木人的特质 木人多思善谋 处事偏谨慎一些 那么脑线 也就是智慧线 被称为古代被称为人文 那么生命线被称为地文 地文是代表根基和原生家庭 人文是代表自己 说明了自己和原生家庭的关系 非常的深厚 甚至会有一些顾家 或者是说 比较传统顾家的一个人 不会说是像船长那样 敢于冒险 或者说独立能力非常强 那么这种人一般 跟原生家庭的缘分非常的深厚 同时我们看到生命线初期 还是导文交错 形成锁链文 那么出生家庭环节一般 那么小的时候 青少年时期的体质一般 并且上面还伴随着一条上升线 这个叫希望纹 这个希望纹出现的时间段 有点晚 有点晚 基本上上升线就出现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上升线也叫希望纹 代表从流年来看 17到18岁左右 学业有进步 是属于在学习上的后发制人 那种特点 所以人生起点也不低 那么进入社会之后 我们看到生命线和脑线的分离之处 也就是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脑线和生命线都出现了 分离处出现的导文 出现这个导文 这个导文是在流年22到25岁 甚至这个导文出现到很长的时间 基本上到25岁左右 那么这个导文说明在进入社会的时候 还是出入职场和社会的时候 容易见一些坎坷和动荡 那么这是分离之处 那么后面紧接着脑线又出现了一个导文 这个导文跟感情有关系 脑线也就是智慧线 不但反映出一个人的才智 而且能看出一个人的心理波动 我们看到联合感情线的大导文来看 这是感情遭遇犯情伤 或者是感情遭遇挫折烂桃干扰犯情伤 那么从结婚线的 有两条也可以看得出来 结婚线两条 并且下方这一条 也就是前面那一段 出现分叉 出现分叉 这种分叉 这种分叉的结婚线也是代表 因缘在感情当中有分离之苦 有分离之苦 这是一个包括影响线 也是没有跟事业线接触到 也是代表一次未成功的 未能成功的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恋爱 也就是偏远的干扰 这是综合脑线感情线 脑线感情线以及结婚线 包括影响线来一起看到这方面的信息 那么紧接着我们看 生命线它倒门之后有过一段上升期 有过一段上升期 这个上升期是持续着整个中年的阶段 中年的阶段 基本上是到了28到30岁 一直延伸到50到55岁左右 这个阶段的一个强运 这个阶段的强运 有上升线 而且生命线本体也加粗 所以说生命里也是年富力强 在事业方面 在这个阶段要把握好机会的话 能够有所突破 并且本身的事业线也最终冲破了天文 事业线冲破了两刀关 一道是能力关 一道是感情关 最后在感情当中也会逐渐的稳定 在这个阶段 我们注意到从感情的形态也是如此 基本上后期也是慢慢的收拢 慢慢的收拢 基本上没有导文和一些杂文的干扰 那么接下来往后面走 这个生命线在后面出现了一条 到中晚年的运势 出现了一条从内侧延伸出来的这种上升线 这个是代表的 其实这个往下看是一条亲密关系线 那么往上看是要上升线 这两条线并存 并且合二为一 这个说明是跟贵人帮扶有关系 这个阶段遇到贵人帮扶 能够在从太阳线也可以看得出来 能够在中晚年的运势再次得到提升 这个提升跟晚年的一些 同时也有一种寓意 亲密关系 看流年 流年出现在青年阶段 或者是中年阶段 是代表亲密关系 代表缘分 跟异性的缘分 另外如果在晚年出现 这种内侧的亲密关系 说明和过去的有仇的人 或者是有分歧的人 产生和解 产生和解 并且也同时达到心态上的一种上升 这个心态和格局上的上升 运势也会得到提升 这是到了晚年 这个58到60岁左右的这个样子 那么同时 我们注意到晚年的还是有一些分叉 这个晚年的生命线尾端 在这个阶段出现断裂 断开后又延续 这个阶段是健康方面有个关口 过了这个关口 生命线尾端是慢慢的绕手腕 所以晚年能享高手 这是整体的一个首相的分析 如果是有空 我可以看视频 从上方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